看看新闻网 而郑少秋在该剧中饲演的丁谢 正是一个借股市下跌 大肆抛售期货谋取暴力的角色 而到了1994年11月 由郑少秋主演的 《笑干风云续集》再次闻事 没想到电视剧播出的一个月内 恒生指数又累计下跌了超过2000点 自发这个股票的确替你赚了不少 而你每次买这个股票 它都会大声的 此后细心的网友发现 但凡有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播出 香港股市都会硬生下滑 无论是2008年的楚汉焦雄 2012年3月的《桌球天王》 竟然无一例外 而更有趣的是2007年 美国某电视台播出了 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 《潮报大撞》后 道琼斯指数竟然也在 6个交易之内大跌1602点 实在是让人们惊呼 丁谢效应竟然还能飘扬过海 不过所谓的丁谢效应 只是因为郑少秋出演电视剧时 恰巧碰到股市下跌周期的 一个巧合而已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科学依据 手机